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 實現與內地拼船出海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 令香港可以擔任國家 面向國際的有效橋樑 發揮無可取代的優勢 在支持國家發展的同時 我們也維持了長期的繁榮穩定 成就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習主席在二十大報告中 和七一重要講話中 都提到這個最佳的制度 安排必須長期堅持 在新徵程中 我們要堅持深化改革開放 香港要繼續擔任橋樑的角色 與內地一同拼船出海 一起走出國際 而在實際的工作上 我自己希望善用香港法治的優勢 在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層面推動 例如體育仲裁 支持中國建成體育大國 增強文化軟實力 同時間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們國家的重大策略 我亦會積極以香港作為平台 推動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 在文化體育上的加強交流和合作 令到體育得以普及 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質 同時間支持內地和香港文化體育產業 一起做大做強 一起走向國際 成為國家經濟的增長點 到了 中國的大金字 搶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